又是一天没有名言的日子 在做什么呢 七哥 七哥 你看看 我整整十八天没有见到他了 我心里好难受啊 你是不会懂那种感觉 那感觉就像白照闹心 心神不宁 宁可一死死不明 你说的那种感觉 我又如何不懂呢 我 他 他应该也喜欢我吧 不然怎么会临别塞送我礼物啊 是 若彼此都是真心相待 那便要努力地向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争取 怎么样 需不需要七哥帮忙 那七哥为何不争取清晨 莫非七哥不是真心喜欢 我们两个的情况不多 卿尘的心里 有他自己喜欢的人 若你对一个人的喜欢 超过对自己 就不会想用战友的方式来得到他 就会想着 只要守护好他便好 你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情 七哥当真愿意为了清晨 做任何事情 只要他需要 只要他需要 你愿意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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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麻烦 而且如果不及时解决 他恐怕心灵都堪忧 什么麻烦 是这样的 卿尘作为巫族的圣巫女 掌管着巫族的圣物 九转灵石 可现在 灵石散落四处 不知所踪 如果无法在一定的时间内 将所有的灵石收集齐全 他会随着巫族 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而且他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这些小细腾 这个总裁 请去把水滑 给水滑 面前的小细腾 水滑 水滑 陛下 朕听说你身体欠样 特来看看你 多谢陛下挂机 臣妾无恙 陛下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朕要派灵儿带兵出战梁国 家国大事 陛下做主便是 朕还要朵霞公主 置婚于她为妃 既然圣上早已决断 我们母子一切听从安排 你当真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陛下 你想让臣妾说什么 从带兵出征到止婚和亲 你不闻不问 朕都怀疑 灵儿是不是你的儿子 不 他是陛下的儿子 朕知道你心怀怨恨 受尽了天下的骂名 但是 你别忘了 朕宫皇后的位置 朕一直给你留着呢 难道这些 不足以弥补吗 臣妾福博 不敢受 如果朕将大位的江山 也交于灵儿呢 朕弃乃后宫中人 不敢妄言国事 这江山 是当年陛下亲手 从先皇的手中夺下的 如今想如何处置都可以 不错 这天下是朕的 朕是想怎么说就怎样 而且 朕还知道 朕是朕的女人 凌王府没有门 你还说呢 我不是看玲珑玉环碎了一个 担心你出事才过来看你吗 谁知道你根本没事 手脚还这么利落呢 四哥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都是装的 双手反尸的滋味不好受吧 四哥你可才后悔 清春所承受的痛 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吧 只恨我没有早一点 替她承受这样的痛 替她承受这样的痛 就让她独自承受这一切 真是没得救了 对了 冰兰青的下落我已经打听到了 在哪儿 在哪儿 这个你去问七哥吧 七弟 问他就对了 你提供消息有功 这是奖励你的 大殿之上 萧绪聚婚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 是不是你从中作梗 是 为何要如此 因为儿臣要利用采倩 拉拢十一地 好断了四哥的左膀右臂 然后儿臣会娶梁国的公主为妻 来联合比阿柴族实力更雄厚的梁国 这才是阔里最大的棋路 母妃以为 这样不是更好吗 原来如此 难怪你父王夸你 说你的棋义清除于蓝胜于蓝 若是有这般心思 可以跟他对弈了 只可惜和亲最终未成 无妨 还有个方法 不过此法 需要得到母妃的支持 若论起步兵打仗 儿臣争不过四哥 但是论内政 儿臣自忍不会属于他 所以儿臣 目前需要得到殷家的支持 敢问母妃可否 把殷家掌握天下财卖的信物 交于儿臣暂时保管 有了这股力量 儿臣可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 找我超级 有什么 母妃都可以给你 儿臣先给母妃成全 你也不想要 是 仗儿 今日怎么了 一点小事行如此大义 殷家的东西 早晚都是你的 儿臣所为 亏令无非一片苦心 请无非原谅 来 赶紧吃 多吃点 多吃点 够了 够了 你也吃啊 那你喂我 你自己不会吃啊 你疼 采倩 我跟你说啊 这家烧鹅最好吃了 客官 您能查 十二 您满油啊 我们的菜快点啊 好好好嘞 我去催你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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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就你还不理我 十二 这 是不是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 没没没没 我上次是胡说的 你什么都没听到 胡说的 你们那说什么啊 没说什么啊 真的没说什么吗 采倩 你不是最爱吃烧鹅吗 这家烧鹅特别有名 我们一起吃吧 怎么回事 其实明衍是个女子 而且她还是巫族的弟子 所以这件事情 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 不能说出去 还有施一傻 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人 就是她 十二哥 要不要我替你确认一下 不用了 我自己确认过来 谁让你告诉他们的 让你说 让你说 放开我 他 你们俩 这都还没成家呢 你就这样欺负我弟弟啊 你们女人 都这么厉害的 什么意思啊你 对了 偷偷告诉你们 明衍她是从离境天里 偷偷跑出来的 你们不能告诉别人 我也是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的 我们互相保密好不好 好好好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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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烧鹅 饿死我了 我今天一定要一个人吃完一整只烧鹅 这可是我们天都最好吃的烧鹅 嗯 你们俩尝尝 来 你吃 我不喜欢吃烧鹅 嗯 那十二你吃 你吃 我也不喜欢吃 你吃啊 他们都不吃你就别让了 反正你不是说过嘛 我吃一只 你吃两只 吃 吃 我突然想起来 我有件事情忘记告诉卿尘姐姐了 你们在这儿吃 我先去一趟啊 今天都这么晚了 这烧鹅也没吃完 有什么事明天早上再说呗 有道理 那我们一起吃烧鹅 喝酒 好啊 来 先干一杯 干杯 干杯 干 干 干